熟悉的場景 但坐在C位的換成發言人莊仁祥 衛福部長陳時中 預告未來將不再天天主持 這樣的類退場 難道是已經準備好 備戰臺北市長了嗎 傳出陳時中 已經找好了競選辦公室 而且還和小英教育基金會 是同一棟大樓 辦公室可能找好了 國民黨大酸 半路落跑 還有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轟 指揮中心正前換將是兵家大忌 包括陳部長 民進黨判斷的基準點 就是疫情逐漸趨緩 而根據美麗島電子報的最新調查 有百分之六十二點五的民調 滿意陳時中的表現 比起五月份的百分之四十八點九 確實已經大幅回升 指揮官沒有來主持的部分 主要就是因為目前疫情穩定的下降 其實也是如常在我們指揮中心 參加各項的會議 那目前每天中午也是會在記者會前 那主持會議 所以在在這個部分 並沒有任何的鬆弛 開會上班易如往常 陳時中的一舉一動 前動南白敏感神經 陳時中能否趕上時間搭火車 看來呼之欲出 近新聞葉廷蕭宇智採訪報導 大家不要忘了 臨床 您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